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 贵阳至南宁高速铁路 九万大山四号隧道 8月17日安全贯通 至此贵南高铁全线所有隧道 全部贯通 为线路开通奠定基础 宋士兵家住湖南省实验室 他2018年3月 来到九万大山四号隧道 参与施工 只在春节时回过两次家 这四年来 在家里待的时间不足20天 为了能如期完成施工 宋士兵有时一天在隧道里待的时间 超过12个小时 贯通说实在的 我们这里待了几年了 车上一告诉我们 还有多少米多少米了 我们都期待了这一天 心里非常高兴 干了四五年了 要贯通谁不高兴了 贵南高铁九万大山四号隧道 位于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境内 隧道全长一万五千四百八十五米 穿越断层和地质接触带六处 是广西最长的铁路隧道 也是贵南高铁广西段 最长的一级高风险隧道 隧道所处的九万大山地带 是中国南方喀斯特 七个世界自然遗产区之一 堪称喀斯特沿荣地质博物馆 地质条件异常复杂 施工难度极大 隧道出口地质为碳质液延 缓行地沉 这种液液结构很不稳定 使用正常的钻孔爆破方法 沿尘受到震动后 就很容易整块的脱落 容易造成塌方 影响施工安全 我们自动用招烟机 挖掘机一抖一抖的挖 一冲一冲的挖 每天只能绝近45公分 682米的破水沿尘 我们挖了整整22个月 在隧道施工过程中特别罕见 贵南高铁全线要穿越108座隧道 其中建设难度最大的要属9万大山隧道群 该隧道群由9万大山1、2、3、4号隧道组成 隧道群全长共41,459米 9万大山2、3、4号隧道 位于广西环江毛南足自治县境内 共24,447米 是全线最大的隧道群落 所有隧道贯通后 贵南高铁将进入铺轨阶段 8月16日上午 贵南高铁开始在广西河池市境内的 龙江双线特大桥上实施铺轨作业 预计今年底 贵南高铁广西段将完成铺轨 贵南高铁贯穿广西西北部和贵州东南部 是广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全线预计2023年底开通运营 届时 南宁到贵阳的运营时间将由原来的五个多小时 缩短至两个小时左右 建成后 贵南高铁将与成都至贵阳高铁 贵阳至广州高铁 南宁至昆明高铁等 共同构成中国西南地区完善的铁路交通网络 贵南高铁连通南宁至平祥高铁后 将使中国西南地区更便捷地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